这次的全国矫正机关收容人书法大赛 有将近20个矫正机关来报名参赛 最后选出50件优秀的作品 来云林座巡回展览 展期将从7月2号到17号 在文化观光处展览馆三楼展出 欢迎乡亲一同来欣赏见证书法艺术 为矫正教育带来正向的能量 一件又一件的书法作品 让展览会场充满庄严的气氛 特别的是这些作品都是来自收容人的创作 这一次全国矫正机关收容人书法比赛 有将近20个矫正机关来报名参加 最后是选出50件优秀的作品来寻回展览 这一次是来到云林展出 也不遗疑虑 所以今天我们收容人经过书法的练习跟淬炼 比赛以后拖延而出 今天非常荣幸有50件作品 来到我们文官处来做展览 让我们见证在整个监狱里面 我们受刑人还是一样 可以透过文化艺术来启迪他们的心灵 甚至也能够让他们看到 可以感受到窗外有很多的 给他鼓励跟加油的这样的声音 所以窗外有蓝天这个展览 可以说是非常有意义 台湾法学领航协会理事长曾永福表示 矫正教育特别注重人格品德的培养 不过如果是用传统的方式 其实效果可能不大 透过艺术文化来漸渐影响收容人 利用学习书法需要的静心与耐心 有可能来改变收容人的个性和行为 因此推广书法对于矫正教育有一定的成效 苏法的人不是穷凶恶极 你看他面带善容 那个文职彬彬 非常的有礼貌 看得出来苏法教育对他们人格的再造 人道德品德的改良 引进具有非常大的帮忙 相信这一次社会看到他们的努力 也给他们信心 将来离开建立一定会好好利用 大家所学到的好好做的 不再犯错 全国矫正机关收容人书法比赛 优选作品展览将会展出到7月17号 欢迎有兴趣的乡亲 可以前往云林文化观光处展览馆三楼来欣赏 记得听片云林现采访报导